我們和大陸彩線團一起透過小三 通達成12點半出發的安琪6號前往馬祖 這個彩線團成員總共有22人 團員特別都選年輕人 目的就是希望讓此行更加有活力 29號下午2點 大陸彩線團抵達馬祖福澳碼頭 連將縣府背陀氣球拱門和武師 舉行簡單的歡迎儀式 很有 非常有 第一次來馬祖年輕團員看到伴手禮 馬祖高粱酒 小餅乾 文創商品 統統感興趣 連將縣府秘書長接待送上高粱酒和馬祖食品 陸方代表回贈茉莉花茶 不是說這茉莉花茶有一個非常好的含義 就是茉莉 茉莉 叫茉莉 我們是一家親 茉莉 茉莉 這一趟成型也不容易 我真的衷心希望這是首發 這是首發 後面還有接二連三的 大陸彩線團原先規劃6月10號 之後又宣布因為撞擊端午節 成員忙不過來而延期 29號成型前 接連發聲 大陸官方發表懲戒台獨新規 陸委會則是調身附入旅遊警示 我們這次採線考察結束後 我們將會形成一日游 兩日游 三日游的旅遊產品 台灣這邊有一些警示 但是不影響我們這次成型 頂著30度高溫 裁建團到馬祖第一天前往北海坑道 大旱據點鐵堡 第二天規劃走訪馬祖酒廠 前進北竿情地聚落 TVBS新聞林明珍 陳迅毅 馬祖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